想要练好字一定要打好基础 大家看一下 以下这几个笔画 书写全都不规范 你知道该怎样改正吗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握钩的写法 很多人握钩写的又扁又宽 其实这种写法不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握钩的写法 首先你看 由轻到重 先写下来 然后拖到水平位置 然后往回勾 大家看一下 这个握钩是一个比较短小的笔画 它也是有它的立体感的 先写下来 然后拖到水平位置往回勾 不要给它写的又扁又宽 这样不对 然后第二个横折勾 横折勾其实主要是在折笔处 很多人不会写折角 我来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你看 首先横往右上倾斜到这儿 然后呢停顿一下 往右下按压 往右下按压这个动作是非常小的 如果你这个往右下按压的动作写大了 那你看看 横和竖勾它又怎么样了 脱节了就多了一块 是不是 非常小 然后回到你顿笔的中间 然后垂直向下 你和横要接上去 你不能给它脱节了 你看是不是 如果你要顿特别大的话 那你就是脱节了 多了一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是非常小的 往右下按压 然后回去 好 接上去 然后垂直向下 是这样子的 包括横折 折角也是这么写的 然后下一个 那儿画 那儿不是由重到轻的 是由轻到重到尾巴的时候 在出那角 它应该是尾巴 这个那角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比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画 由轻到重 你看到尾巴的时候 改变方向 然后拖出那角 先由轻到重 再来一遍 你看由轻到重 好 尾巴的时候 然后改变方向 拖出那角 这是那画的书写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横折写购 横折写购是什么问题 它主要是折笔 之后直接就往外写了 横折写购应该是微微往里内收 再往外走的 我们来看一下横折写购的书写 你看首先横往右上倾斜 然后往右下按压 好 微微往里内收 拐过来向外伸展 然后向上出勾 这是横折写购的书写 它应该是 折笔之后要微微的往里内收 内收一点点 当然你不能往里面收的太夸张 你像有同学往里面账 给画糊似的 那账写就不对了 稍微往里内收 然后斜着往右下走 这是横折写购 然后横折 折折勾 你看什么问题 很多人写横折 折折勾的时候 两处折笔离得特别远 然后腿变得短了 这样不对 它应该是上紧下松的 两处折笔挨得很近 我们来看一下横折折勾 你看 首先横 往右上倾斜 好 到这儿 然后往右下按压 然后往里收 好 不要拉太长 如果你这一段拉得长了 那你想想这两处折笔就离得远了 是不是 往这走 然后往下 好 然后折勾往里收 你看两处折笔离得近 然后下面腿给它留长一些 上紧 然后下松 下面腿长一些 松散一些 最后一个撇点 你看撇点什么问题 撇点这个笔画 一般用在什么字里面 女字 是不是 你要记住 撇点在女字里面 这个夹角是90度夹角 你不要给它来这么大一个角 我们来看一下撇点的些法 90度夹角 你看 首先由重到轻 一个撇 然后再由轻到重 好 90度夹角 撇点的写法 再来一遍 你看由重到轻 再由轻到重 好 90度夹角 这是撇点的正确写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改过之后 你现在知道怎么去写了吧 好 我们这期视频 关于这几个笔画的正确写法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谢谢大家